11月28号的小红小绿解读 整体捋了一遍 先给你们捋时间线 时间应该是在萧老师去重庆前 播播澳门决赛前 这里话重点 萧老师几号走 和最后面这一段 炎炎在玩羊了羊 结合时间看 第一段 这应该是街舞决赛把开场舞发给她的 街舞决赛的舞蹈 看到数第二句 没定了 提前发给你看 应该是王老师拿到了老师发过来的开场舞 边看边先给萧老师过目 萧老师看到其中一个动作 觉得有点像吹索娜 王老师说这整个舞太难了 萧老师满嘴骄傲 简单要你干嘛 再到回来 第一段 王老师跟萧老师谈这个开场舞 中间有聊到萧老师的小群群 这是哥哥17年明日之子总决赛 把小裙子跳掉的那段 播播说的应该是这里了 你俩没少考古对方啊 连这都知道 17年的总决赛 这是后来看的还是一直就在关注 就先不争论了 继续说回来 这明显是小奥团队 内容挺锤 我们这是工作系列 不是日常系列 你们这是互相做作业 抄作业已经超习惯了 行吧 奥士群雄是真的也不是第一天了 最下面 我们看的都是人家萧老师看剩下的 兄弟们吃存货就吃吧 还是剩饭 这是剩点编脚料给我们 全部没删减的 大摩托孝先生第一手已经拿走了 过分了 我们不配看全部 也差不多点啊 人都是你的了 物料给我们瞅瞅啊 关于这个锁呢 这个动作 我想了半天 原来王宝博 抬手看手的 那个有点像 下面这些 是工作室一起去吃铁锅盾 上次也有假六说 肖老师跟王老师去吃过铁锅盾 这是在北京不知道哪里的铁锅盾 中午的聚餐 加起来五个人 俩妹子 一个司机 还有他们俩 然后贴了六个饼 至于肖老师为啥 跟肖老师工作什么 一起聚餐 这个你们去问肖老师吧 要么是带着王老师去上班 要么是陪着王老师去上班 要么是跟着王老师去上班 三选一 航点 肖老师随身带着王老师的水 共用一个水壶 不知道是啥养生 自己脑补了 等再工夫 肖老师 应该是在八卦那个相亲的 肖老工作室员工 年轻人谈恋爱 怎么谈 怎么谈 你俩都是谈恋爱的百科 全数标杆了 还问别人怎么谈 肖老师 八卦到某地的不够地站到 肖老夸他懂得懂 恋爱小打野 王老师想到啥了 是这里吗 就是就是 天天出现在他周围吧 然后 可能就是 你们俩 记性是真的好 这一段话 一个走心地在说 所以 听地人才一直念念不忘 想要从文的自己去刨视频 我就不翻就账了 继续往下说 被调侃的恼求成怒 也许是被撩过的 来自于恋爱成功 过来赢的那种 调侃的一种语气 你们懂吗 老公往往对老婆提起 结婚前 你怎么追我呢 就是这个语气 我又扯远了 再扯回来 继续往下说 这里 全套明显是 肖老师怼了啵啵一下 王老师 肖楚德叫声 几年了 一想起来 还不这样开心 我也是没法说 铁入夜恋中的老夫老夫 几年留一亿 提起来往事都历历在目 也都仿佛还在昨天 好吧 又扯远了 这一段 整个真是对不能一起去玩的 念念不忘 很怨念的啵啵 怨念强烈到 连团建 都想二言四敬 最后那句 咱俩玩 虽然很甜 还是有一丢丢心疼他们俩 工作很忙 加上特殊事情 哪里也不能去 小朋友渴望 两人一起到处走走 已经是执念了吧 他恼羞成怒了 小傲在跟肖老师聊天 啵啵埋头看手机 肖老师回头一看他 警告了一句 结果啵啵说 我不是在啥视频 我在给你看外卖 店里没有水果拼盘 我给你点的外卖 王一宝 一会儿不吃水果 能咋样 他非得这会儿就得点一个嘛 哪家铁锅顿有水果拼盘 你才25 你不是52 我出去深呼吸了半个小时 回来继续说 你俩在后面 打情骂俏 庞若无言 也确实是没有外言 人多人少 热闹与否 他们俩一如既往的是一个小团体 头挨着头看对方在玩什么 手机里刷到个有趣的小游戏 也会讨论一番 就是 王一宝小朋友 想好点零花钱的计划又失败了 肖老师你大方点 娃就想赚点零花钱 能有什么小心思呢 吃饭结束 肖老师准备开车 先把几个银都送回去 这两个银是真的没有老板的家 一贯随和 王老师想起了他点的水果拼盘 我又想吐槽了 就这一会儿 不吃水果能咋的 还非得点个外卖送来 就惯着吧 年纪轻轻 当个爸爸 太吵了 再扯回来 肖老师说 把他们送回 明显是早上肖老师开车 送伯伯去的工作室吧 这是送小朋友去上班呢 回的时候再一起开车回家 统结一下 截止到这里 前面这些 是不是看清楚 早上肖老师开车 送伯伯去工作室 忙完后 五个银一起去吃铁锅顿 中间聊天 以及顺便杀狗粮 辛苦工作室吧 都几个月了 记忆还能这么深刻 当时挺厚的吧 再之后是第二部分 也就是澳门决赛时 炎炎在玩羊 那段伯伯令 全程都是小朋友 在跟肖老师视频 从对话看 是炎炎过生意那天吗 看看王老师对比 等你过生意 我给你个大红包 这是弹起来 给炎炎包红包的事 老肖宁萌了 你也有今天 我就纳闷 他挣多少钱 都是你的 你还收挂他的零花钱 要给你发大红包 没有心 零花钱都不放过了 转移话题 并且分享好玩的事情 这个虽然有点搞笑 但是王一宝这个转移话题 明显成功 毕竟 肖老师过生意还好久 今年的才刚过完 距离明年还好久 我宝林花钱 还能保住很久 等一下 肖老师 这是要王一宝 早早就开始涨着了吗 真的 太狗了 真的太狗了 我有点平衡到了 杨杨那个 不需要真的分享 就可以得到 肖老师 居然不知道 这个我知道 肖出了声 王一宝干得好 别告诉老肖 让他傻乎乎的分享 最后一段 不知不觉 都最后一段了 行吧 总算要结束了 我好听 还是王一宝 跟肖老师视频 肖老师 给他看看坚果闺女 王老师 习惯性指出 你跟我视频 你陪着他玩 你不理我 肖老师那边哄小王 我总是不回来 坚果都要不验识我 小王趁机表现 还是我好 我们多久不见 我都验识你 你真的好有出现 王一宝 棍得都跟猫争宠了 你们看看这话 我连一会儿都不需要 这大概是肖老师说 我陪他玩一会儿 他就记得我了 王一宝 顺嘴就唱 我连一会儿都不需要 我都没眼看 老王 你干活去吧 整队 你去干活吧 11月28号 小红小绿解读到这里 28日 爱博日 一万个人心目中 有一万个哈姆雷特 个人CP脑 我随便说 你们随便看 感谢小红小绿记录他们 平凡的琐碎小日常 让我们从中窥探到 那些短暂相逢 与分离重聚间的温馨 与互相的珍惜 爱由不期而遇的惊喜 也会像木槿花一样 生生不息 我们也会加油 会好好生活 不忧过往不惧将来